Hello,大家好,上一次呢,我们去安德曼滑雪的时候,我们滑的地方是很大,但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明天就会滑一个更大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哈哈,在这有一个地图,那我们来看看,明天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上一次呢,用车来到这儿,然后我们就拿这个,然后就,然后就上到这儿,然后就, 然后就下上下上下上,然后就再,上到这儿,然后就,下下下下下下,然后就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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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所以呢,我们明天就打算把车停到这儿 然后从这儿做一个缆车 做着叉啦啦啦,就比较弄到这儿 然后我们还可以这样上下上下上下 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 我们也可以从这儿下去 然后从这儿这样下,然后再上去一会儿 下,上去一会儿 下下下下下下,上去一会儿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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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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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然后,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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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所以,我们只会到这儿 我们可以或者用缆车上去 太长 然后再滑下 下来 上去滑下来 上去滑下来 这样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 嗯,拿这个火车 这里有一个火车 这个小点点 这个是个火车 然后我们可以拿这个火车 然后就 然后回到这 然后停转了就拿车 然后就回家 上一次我们去滑指滑到这一小点点 但是这个是最高峰的 应该是这个是2000 这个是最高峰是2961 这边这个最高峰呢是2600 这是最低的是停车场 也是在1444 所以呢平均海拔都是在1000米以上的 然后这个地方上面的都是在2000左右 明天我们就是滑这几个小山头 明天早上呢要早点起来 大概6点多起来 因为8点半那个学长都已经开门了 所以上一次我们是7点 7点半左右好像出发的 7 8点钟出发的 然后到那已经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然后到那已经学长已经开门半个小时了 早上的7点钟 天还没有完全亮看到没有 刚刚蒙蒙亮 我们已经出发要去晃雪了 看看我的雪鞋 我们已经坐上了缆车 这个缆车比较舒服 只有我们三个人 上一次我们坐的缆车 有60多个人 人挤的在上面挤的都挤不住 我们下一次我们下一次 大家去连견 所以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 然后再一次 我看一7点钟出发 我看一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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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打仗回家了 那 今天的視頻也就到這裡結束了 拜拜